酒喝不尽 磕老不完 可人还是要走的 虽然是山川美景静在眼前 我却只是个匆匆旅主 无法驻足流远 嗯 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挨趣聚散 皆是缘分 缘分到了 也就该走了 冥冥之中 老天自有安排 所有的怀念都在这儿 都在这儿 用不着其他东西 用不着 要救 自然要有牺牲 有时候牺牲的是敌人 就不相识人 有的时候 甚至要牺牲父亲和朋友 没有一个人 就所有能救出自己关心的人 这已经是万幸了 在这个有今天没明日的世道上 忧愁 最好不要放在心里太紧了 生死由命 富贵在天 无欲则刚 关心则乱用 不怕被利用 就怕你没用 小川啊 你别把自己当一味药好不好 充其量啊 你也就是一根祸秧草 你行啊 你可以借酒撒谱 他就得把这一切的一切 吞在肚子里 你到底最好吗 为什么所有的事情 你都能够多清楚 呵呵呵 我醉于不醉了 是的 但是我喜怒你不喜怒你 却也是实在自这一切 你自己吃到看 你可以从我的家子里